來吧 今天早上起床,有點孤獨 那我去交換朋友,聊聊天 剛好我喜歡吃姐姐 別想錯事,姐姐是工人姐姐的姐姐 我答錯我的食字 吃工人姐姐煮的菜 全都是這樣,別誤會 你好…請問你們今天來這裡買菜 對 你有試過煮食時,煮到炒了嗎 這些很正常 看來… 你不是很吃豬飯 你也試過失手,對吧 應該也試過 不如邀請你上來 煮一頓正式的食物回來吃,好嗎 這樣吧,因為我現在不是很空 希望你今晚不會再失手吧 希望吧 這麼沒事 這個說到失手是家常便飯 姓姐姐,不怕 姐姐亢罪出沒注意 各位來買菜的人 你好,今天是來買菜嗎 我不會說一點 又說兩廣東話說,不懂 要平時會煮飯 古經超級薄薄 青魚、全街、煲湯 煲湯 我不是脆身、鰻魚、雞腳 不是漂白水 還要漂白水嗎 漂白水,你煮甚麼菜 我還要做這個甜點 我不會說… 好,不怕… 你好,請問你是傻姐姐嗎 你是傻姐姐嗎 是… 你是英國人嗎 我是傻姐姐 請問你今天是否來這裡買菜 生菜 賣生菜,好 我不會跟著你買菜 看看你會買甚麼 你要… 你要打給你… 打給我… 打給我老公嗎 打給我老公 我看見Anna自己一個人在這裡買菜 最重要是今晚早上時帶她回家 可以 Sasue or you okay 你老公說可以 那我們走吧 走吧 Anna,你懂得說廣東話嗎 懂得說英文、英文嗎 英文,不… 不,你來了香港多少年 三年 三年 但我不懂得說,不懂得說 你平時怎樣跟家人溝通 是否用手語 是否用心… 心去卡牌… 溝通 你平時多來這些地方買菜 買菜 平時你喜歡煮甚麼菜 煮豆腐 你又不懂廣東話 怎樣跟人溝通 在買菜時,有貨品 有貨品,我知道 這是否這個 軟豆腐,六元件 對 說吧,看你… 是豆腐 是,一個,謝謝你 好,謝謝 好,我們就成功買完豆腐 你平時都是很簡單的做食物 我每天吃豆腐 原來都是每天吃豆腐 很誇張 蔥,是嗎 對 不是蔥 好 但不需要一塊 五元一盒,是嗎 五元一盒 你不吃豬嗎 我現在覺得我吃豬肉 不吃豬嗎 不是 聽起來這位姐姐的廚藝 跟她的廣東話一樣是一般 大家看吧 Anna,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我介紹自己 我不吃公司 我是Anna 我十歲,我是人 我就是老虎 我的姐姐就是Anna Anna平時煮的菜式是甚麼 她的豆腐 對,豆腐很有豆腐味 因為沒有其他味道 你以為自己是火鍋 火鍋也有加醬汁,她沒有的 Anna,她會問你問題 是印尼話嗎 印尼話… 我懂得聽印尼話嗎 你覺得小姐怎樣 細小姐又漂亮又健碩 美麗、智慧並存所有的東西 雖然她簡單地說 甚麼7月 但其實就是這樣代表,有那麼多東西 大家想知道JB去了哪裡 聽說她最近吃到姐姐的好東西 今天由我頂上 Anna,聽說要煮豆腐,對吧 是 好,來吧,開始 好 一開始就先煮個鑊 沒事 沒問題,應該煮甚麼 煮豆腐嗎 厲害 她一刀拿上去,怎料是逐件的 對嗎 Anna平日家裡好像煮豆腐很拿手 對,因為我媽媽九十多歲 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吞煙方面有問題 要吃蛋、豆腐的比較容易吞 這樣才會有一點營養 但她好像沒有做一件事 她在後面洗手 她打算四小時前洗乾淨了 很難看 不用太緊張,你學習吧,Anna 你一按一下,挺輕巧 油味滾到豆腐裡 一般來說就很大事 它就會飄水和彈油 而且如果你用一隻鑊 更薄的鑊炸就很大事 煎至一坨水 而且豆腐永遠不會煎香 豆腐最麻煩的就是水分 煎完又要做甚麼 煎,我幫我做 馬上說了兩句,沒問題… 她打算煮一些散莊豆腐 沒有甚麼 切蔥,但好像有否要洗 蔥有一點加泥 就自然有泥味 好 那種感覺…你見她這麼下… 終於下了味道,終於看到了 真是安心 是否下了鹽,Anna 是鹽 鹽,好 好,豆腐好像變得越煎越多件 厲害,散出來很發脾 吃好了嗎?有辣椒 吃好了嗎? 吃好了 就這樣行了 Ben哥,平時我們的晚餐就是這樣 我沒空回去煮就是吃這些味道 難怪吃得人都瘋了 對,我媽媽也是吃這些味道 你說挺健康 我們也是靠吃這些東西,長命百歲 你不是開玩笑嗎?就這樣吃就行了 是 行了 沒有了嗎? Anna…Anna不夠吃的 餓死我,想加點東西進去煎一下 出薪,出多少錢? 我沒有給你,薄薄薄嘛 你不是只給我媽媽嗎?我也要吃的 對,她也要吃的 那你… Ben哥,你不如說她有夠嗎? 我…我再吃東西沒得夠,我就沒得夠 加點魚肉 加點魚肉,先洗吧 不用洗… 為什麼這麼奇怪?你手也不洗 為什麼要洗鍋呢? 鍋是可以不停不洗,也沒問題 吃了其他味道 因為之前你也沒下味道,你明白嗎? 很奇怪,這個醬汁真是 Anna…放點魚肉給我吃 然後多切芫荽,做蛋,發蛋 Anna試味新送給我享受 在家裡就很空,你這麼煮這麼少東西 你沒甚麼工作 不,她要照顧我媽媽的 也有很多… 照顧我媽媽 照顧我媽媽… 但她煮豆腐,她有否投訴 說你的東西不好吃 沒有吃 甚麼都沒有說 不,因為我媽媽96歲 她說話比她還少 也說不到投訴的位置,你明白嗎 你讓她吃豆腐呢 她吃得完嗎 沒有吃完 當然了,當然沒有吃完 我當然知道,應該是 爸爸,不要吃完,等你跟我吃 給你吃嗎 你這麼孤寒,為甚麼 桌上有那麼多東西 你不用我錢的,你下吧 她看她炒豬肉也不錯 從生炒至熟都還行 但沒有味道,沒有下味 Anna,你可不可以下雙蛋給我 可以嗎 有下鹽嗎 我還要泥 沒所謂… 你自己來吧 還是要下醬… 沒問題… 吃什麼?貼不貼? 別吵,我叫你別吵 好…不吵了 我最欣賞的就是全部不洗手 但用手指蘸所有東西 對… 那種天然的味道 吃得我這麼肥美 你明白嗎 你的手指挺漂亮的 日本本身是壽司師傅 用手去調味 但他是香港的喪屍師傅 所以不同的 調味方法差不多了 雞蛋… 我要雞蛋嗎 我要雞蛋,我要吃雞蛋 隨時可以敲 他打算敲你的頭 Ben哥,你小心 你又不太下油,也很節儉 甚麼都不下油 現在不是煮給你吃 就煮給我吃,可以嗎 大家一起吃吧 你又說自己上來跟Ben哥吃東西 很美味 我才上來而已 有師傅嗎 有師傅,不就是我自己煮 你才是師傅 你才是有師傅 加一點醬油也可以吧 少許,不要加了 你這樣加吧 很可憐 這個鎖子很厲害 Ben哥至少會乾淨 他沒有把手指放進去拿點醬油 這樣好很多 他每次都幫我省錢 甚麼都不加 真是很厲害 真是好吃 你這樣,你自己先試吃吧 不行,他不吃 導演,我出去 打電話回家 替我姐姐交下後事 萬一如果過不了明天的話 我也有甚麼事都要交下 Anna,你自己回家吧 我來講 這道看得都不開胃 還有些少許不為新的炒雜碎 竟然是老父媽媽日常菜 真是辛苦了姨姨 好,現在你便要給阿嬸 給阿嬸吃 還有Ben哥 Ben哥,你把名字提到自己很重要 有甚麼事,大家趕快點一下 好,我們現在用勇敢的心情試吃 你真聰明,自己不吃豬肉 放豬肉進去,不用自己吃 真棒,很美味,看得到就知道 Van哥,你吃 不,你先趴下你… 豆腐就是最傳統的美食家這麼說 豆腐有豆腐味,但只有豆腐味 沒其他 我終於知道Anna 經常要加辣椒醬的原因 是甚麼?自己吃 太美味了 好吃,吃一塊就飽了,不要多吃 而且這碟菜最好用來拌甚麼呢 拌點豉油,拌點味道 加點糖,會比較穩妥 餅乾了 真的嗎? 吃…快點吧 你說得對,真的要加辣椒醬 我其實做得有顏色和味道 不過我還有一些好東西 有甚麼?真的受不了 我再加一點煎酒才可以 不是吧? 我要麻醉一下我的神經 Van哥,你想想多開心 你這樣吃家常豆腐,用煎酒拌 你平日吃 真是很甜 很好吃 真心想給你試過 吃完也不錯 還可以吃的,坦白說 廚藝當然不能頂 很淡而無味 但如果你喜歡吃青人 又或者自己減肥的朋友做非常好 也很重要 其實我們要吃一個很甜蜜的皮尺 你要吃一種很甜蜜的皮尺 這是很甜蜜的皮尺 是很甜蜜的皮尺 所以大家在吃我看 不要 燒嗎 你只是燒沒用 你說你自己跟他學習 我們要給豆腐 豆腐 用硬豆腐,對嗎 把它出水 我們有一個令豆腐更有質感 和更鮮甜的秘密武器 平平無奇的鹽 可以令豆腐中的蛋白質迅速凝固 不愧是煮豆腐必不可缺少的秘密武器 加點鹽進去 你最喜歡的鹽 你最喜歡的 Anna, 你要出手了, 洗菜 如果要煮多少時間 煮多少分鐘而已 幾分鐘就可以了, 洗完了吧 在下面的菜, 加個米紙 米紙 米紙, 好嗎 撕開它, 來, 對, 厲害 對, 菜不會咬你的 站前一點, 一撕的時候退後 菜不會散開 好, 現在我們的豆腐 上來了 你看見嗎?它縮小了嗎 是的 它的水分會走出來 好 我們吹一下, 吹一下, 等它壓溶 好, 懂得切薑片嗎 不會切薑片 不會切 好, 切薑片 切片… 其實薑也未必要削皮 未必一定… 看手指… 現在我們削蛋白, 拿蛋白 只要蛋白嗎? 蛋白 輕力… 撕開它, 再在這裡倒下去 這樣就好了 可以嗎? 太棒了 明白嗎?真的明白 好, 我們現在要拆爛它 是 這個它做得很好, 拆爛了東西 當然, 所有東西都在家裡弄壞 所以這個皮很不錯 Anna, 是真的嗎 是 在這裡拆爛, 它會有水蒸氣 全部出來了 這條汗汆水 好, 汆水 汆水, 對 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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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吞湯 要很爛… 我們要先熬湯 快點, 蝦乾下去 蝦乾 我們不放油 好, 放幾片… 放三、四片薑 三、四片薑 這裡只有兩片 三… 三, 不用三, 我也看到三 對 他們兩個說話、做話 都已經合體了 分不清楚 而且他們兩個樣子挺像 有些…叫甚麼… 夫妻相 所以他薄嘴也很厲害 我薄 很厲害, 他堅持自己 好, 你聞到薑味嗎 放少許油 好, 現在先… 現在才下油 對 現在煎香 薑… 你想烘一烘, 然後下油煎 它才會很香 如果人們一早下油煎 那些東西就會… 好像浸了 整起來也不香 來吧, 我們把嘩嘩菜 嘩嘩菜 一半 好, 炒至軟身 你聞到蝦乾味 蝦乾有點腥 如果你不炒它, 它… 知道甚麼叫腥嗎 腥 懂嗎 腥… 接著我們就要給雞湯 這是雞湯 雞湯 這是用來煮獅子頭 好 放少許水 現在煮滾後, 慢慢火 熬湯 待會有豬肉, 但Anna不能吃 不吃, 對 剩下一個沒有的 沙 沙 有沙肉, 最重要是做人要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蝦膠 還有, 接著這個是魚膠 薑蓉, 用食物打爛它 所以阿鵬可以吃 可以了 至少又變嫩了 接著我們就放一些豆腐 豆腐 豆腐 戴上手套, 插爛它 這是…我們沒有煮的… 兩個, 戴上一個, 戴上兩個 不… 吵架了… 哪裡戴上兩個 怎麼會一隻手戴上兩個手套 大哥, 你去藍擊嗎 戴上那邊, 嚇死人 好, 插爛它, 好, 插 你最喜歡的… 鹽 最喜歡鹽 最喜歡加鹽, 所以我們… 插一些球出來 一、兩個… 這個要, 這個怎樣要 這個要插球… 這個要插球, 插球 這個要插球, 插球… 這是甚麼蜜 這是我們本身獨有的 即是我們家裡的溝通能力 老虎蜜 大塊一點… 大一點… 這是軟, 再多一點 多一點… 大一點, 來 這個…這個叫球 那些叫軟 好, 站得住就算了 這個小了, 多一點 還是鴛鴦 有一點辦法了 剛才我們做的沒有豬肉版 是給Anna試味的 這個就是我們有豬肉的 豬肉為了更好, 免治了 我們再剁掉 因為我九十多歲 因為它吞有時只是蘸醬汁 所以就沒辦法了 這件事最好越碎越好 老人家才能吃得到 不然完全吃不到 放蛋包進去 蛋包 然後我們放豆腐 好, 我們放鯪魚膠 還有那個名貴的蝦膠 這麼多? 因為你伯母要吃甚麼 吃得比較軟滑, 對吧 要放薑蓉… 接著要放金筍蓉 比較漂亮 多一點… 我們全都放進去 好, 放甚麼?豉油 好 接著要放胡椒粉 然後放生粉 Anna, 家裡有很多調味粉 是這樣用的 要放進去煮菜 鹽 不只是鹽 糖 你平時不放進去, 別人都放進去 有很多的 麻油 好 這樣就齊了 就插波波 你真的, 對了 插波波… 來…我覺得老婆最重要 最重要是… 說句話, 最重要是有彈力 我原來Ben哥喜歡彈力 我喜歡彈力 不可以太削, 多一點… 好, 我們放油來煎獅子頭 好 就不能夠太少 油要多一點, 好 Anna, 為了你煮幾塊 獅子頭是沒有豬肉的 有 現在煎了, 多一點油… 不, 我們可以滾下去 那邊 這樣滾一滾… 滾一滾就可以了 但它這樣, 它的芯應該是… 不可以的 然後, 蓋上它 蓋著它就快點熟 是… 快點熟, 但不要只蓋著它 可以倒汗水 是 好, 翻炸它 我們這個金黃色的 沒有豬肉的獅子頭 接著我們要做這些有豬肉 有豬肉的這些 其實我們不用把它煎至熟了 對, 因為我們稍後會放湯 放湯上去煮 再去煮它 因為這是煎香的表面就可以了 除非表面香, 才不會下去煮 會破壞 我們現在過在湯上 真的蓋著, 然後就收慢火 收慢一點 收慢一點 那多久等了嗎 要10分鐘 10分鐘 這樣燉它, 蒸它 它又軟又滑, 又入味 那些老人家也不會吞傷, 是嗎 好, 10分鐘 同樣也是把食材混合一堆 Ban哥這道豆腐獅子頭 只看見都流口水 果然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乾杯 謝謝Ban哥 這個就是有豬肉的 這個他不能吃 這個沒有豬肉的 你試吃 你試吃那個 好, 我也要吃一個 我想看沒有豬肉的如何 這個沒有豬肉 加上它, 因為沒有加湯 所以煮它, 這樣就會比較硬 爽身一點 我猜不到 即使魚滑和蝦滑 平時都混合得很好 這個很好吃 需要辣椒醬嗎 你需要煮嗎 記得怎樣煮嗎 煮得對嗎 看看這個如何, 老虎 精髓是給它一口湯 比湯更軟滑 滑一點 這個要喝豬肉, 看看是怎樣 很滑… 雖然時間做得長一點 但它的滑度, 變成這個質感 我媽媽容易吃到 就是給你媽媽吃的 這些是功夫菜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跟她合作, 已經上來三年了 她本身, 照顧我媽媽來說 很重要 因為第一, 她的力度真的要夠 你知道照顧老人家, 她要扶就行 老虎是否這樣來 我不是很忙, 一邊走一邊要扶人 不是一邊扶, 真的是嗎 她好的就是 其實她煮食未必適合大家的口味 但她照顧老人家來說 其實也用心 甚至乎她來到這裡跟你學習 她轉頭已經告訴我 她擔心外婆婆在家 至少她懂 因為你不能扶人 你不能托芽拉底 芽拉底沒有力 她會很痛, 托芽拉底 她會痛的 我們多數都是抽褲頭, 這樣她全都認識 受過專業的訓練 會照顧人家 她懂得聽, 很厲害 稱讚她那一刻就懂得聽 你嘗試罵她就不懂 很疼愛 她真的很有心 對, 其實有時候很難找到一些 姐姐, 例如放假或甚麼 她會說, 我放假 還搞甚麼, 還了解你 但她有這種心, 她會這樣 她擔心她說, 她怎樣 另外的朋友照顧她怎樣 她也會擔心 你可以這樣 你安裝過電視, 讓她在手機上 可以看到她有甚麼事 例如我, 很晚睡 我正在工作 我突然在深月淚潮 凌晨三時多 我真的會看電視 看小朋友的電視後 看到我媽媽醒了 她會突然偷蛋捲食 這種情況, 她醒了 有時我怕她 因為她其實站著也不行 她坐兩天 但她有時也會逼自己扶著站著 我看到她覺得狀態 好像害怕不穩陣 就算凌晨打電話, 她也會馬上衝進房 她很清醒 我非常欣賞她 很多不同的僱主的性格都不同 但我們習慣經常做甚麼 喝茶、去旅行甚麼都好 一定會遇上她 除了照顧媽媽之外 重點是她是一家人 我們不會叫她到隔壁吃飯 因為你要當她是家人 她才會有心對著你 所以她會有這麼好的愛心給你們 其實我聽你這麼說 我又覺得你很幸運 我們有時聽到的新聞 他們都說有時投訴一些姐姐 有甚麼, 但你有這麼好的 這麼有心, 真是非常好 那你呢?跟我們工作了這麼久 覺得怎樣? 你說引來話就行了 我全部懂得翻譯, 我自稱… 兩位都不知道 自稱… 她其實很有笑容 但她有時緊張的時候 你不斷笑, 她會更開心 她有否後悔來了 不是, 她現在說認識 她說跟著你會煮的 我又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真的 找人去探望她 試吃那些食物 那你不如買一些材料來 否則你煮得不好 去幫忙, 待會再吃 她很醜, 對吧 她很醜, 對吧 她很醜, 對吧